无怕胜坏命 最怕改坏名 改名真的好重要 正如数数命理学专家邱志伟师傅表示 由于事业、身体、婚姻、学业、六亲等 都跟我们的姓名息息相关 影响人一生的成败与获福 因此家常替子女命名时必须审慎 不能侵略忽略名字的重要性 惠安智能科技昨日公布 建议更改公司名称为 缆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认为 建议更改公司名称 将有助为公司之企业形象及身份带来新气象 将有利公司之未来发展 公布如此说 CNTV记者在联交所披露一查看该公司近期的公布 看看该公司有何新动作 记者发现该公司于今年3月1日 公司获持有3.66亿股 或45.75%公司股份的控股股东Deal Item View告知 于今年2月25日 其与一名第三方的买方定利买卖协议 向对方出售附带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0%投票权的股份 相当于1.6亿股股份 代价为2535.5万元 相当于每股股份约0.1585元 交易将于今年6月30日或之前完成 完成后 Dealiting View将持有2.06亿股股份 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5.75% 因此 Dealiting View将不再为公司之控股股东 不过 会继续为公司之单一最大股东 控股全变动后 未知是否公司没有提供买方资料 亦没有提到有新股东之后的公司有何变化 雇股价亦没有变动 直至改名公布 股价抽升 媒体朋友就在查看原因 有媒体只据网络所见 国内亦有一家同名懒猪科技公司 于2020年在重庆成立 惠安智能科技 主要销售生物特征识别装置 其他装置及配件等产品 以及提供配套及其他服务营销产品 媒体朋友由此推测是可以理解 FINTV记者亦尝试打开懒猪科技的网站 懒猪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及时配送平台 平台聚焦共享经济 以互联网家大数据为依托 专注于同城一对一级送服务 为用户提供7×24小时在线的服务 帮助用户解决各种急忙懒难的需求 平均一分钟响音 十分钟上门 六十分钟送达全程 人人都可注册成为懒猪快送师傅 并为附近的人提供买 送取半等多样化及时服务 为中小企业 电商本地商户提供安全专业的高端配送服务 到底两间懒猪科技是否有关系 大家等公司发出自愿公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